近日张亮宇现身上海代言光明唱幽幽浪舞 并且成为想唱就唱七天通唱演度活动的见证者 而这次光明的主题恰巧跟05年张亮宇参加超级比赛的主题只有一字只差 不晓得张亮宇对于想唱就唱这四个字又有怎样的特殊感情呢 我觉得想不想到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活动的主题口号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于参与者他们是否真的把自己这种想唱就唱的精神贯彻到他们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能够把他们就是当他唱歌的时候台下的人真的能够感觉到他对音乐的热爱 从超女到格安梅现场张亮宇的定位也越来越国际化 但是张亮宇却表示不想做国际章 在新推出的专辑中虽然收录了14首歌曲却没有一首英文歌 其实这不是我的工作的目标 因为从唱歌上面来讲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越唱越好 然后在我觉得最现实的对于自己来讲 我的市场还是在国内 所以还是先把华语歌曲唱好 专辑不会有英文的可能会有英文的单曲 但是我想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华语专辑 anche优优独播剧场——亭